你接受了与熊先生过夜的邀请 接下来 你只有熟读以下规则才能平安度过一夜 一 熊先生会邀请你吃一顿豪华的大餐 虽然食物可能会有些奇怪 但你千万不能拒绝熊先生的好意 不然 他们会觉得 你不喜欢吃 并且现场再做一个 相信我 你不想看到制作过程的 二 熊先生每天晚上会出去寻找食材 他一定会邀请你一起去 此时 你要立马说自己肚子疼去不了 你并不想知道食材是什么 就算知道了 也要假装不知道 熊先生不希望让自己的秘密泄露出去 三 到了晚上森林会传出电锯的声音 那只是光头墙又出来砍树了 你需要假装已经睡着 此时的熊先生会变得异常暴躁 并且食欲大胸 你不想见到眼前的场景吧 这会让你终生难忘 到了后半夜 熊先生会比你更早的起床 因为他要去准备今天的食材 来招待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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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